今天應該是選舉的選前之夜 那我們來這邊聽課 分享一下 成長一下 這個 就是那個貼圖的圖案 上次到台北去的時候 他們問我說 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說你不覺得做這個很棒嗎 難道我一邊廣 一邊演講還要一邊幫Henton Giordano廣告嗎 你覺得幫自己廣告沒有比較好嗎 是啊 其實我們今天來講那個身體的話題 就是 跟你的身體說說話 賽斯文化給他一個大標題不要而喻 因為不要而喻這個書名可能風水很好 那我們在這本書就是要跟你講 怎麼跟你的身體來做對話 其實我說 剛剛莉安有跟大家講 其實我覺得 我們大多數人 其實對自己的身體並不是 非常的 了解 或是 友善 現在 台灣在選舉 台灣在選舉很熱鬧嘛 對不對 超熱鬧 現在你如果 沒有來上課 可能在電機前面你在看 電視的那個直播啊 或是到 夢時代啊 或是去哪裡啊 直接跑現場啊 也是很好啦 反正 都是有節目啦 可是你也知道齁 像台灣這種選舉的狀態齁 搞得很多人都很焦慮啊 各位你是不會焦慮 所以你才坐這裡 那 台灣很多人都很焦慮嘛 對不對 尤其是今年都很焦慮 像前幾年都不用焦慮了 因為哪個黨會當選 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了 今年就是狀況很特殊啦 懶的說懶的會上 綠的說綠的會上 到最後 同燈同分嗎 不行 最後抽籤 那你 那 現在今年這個狀態 那搞的齁 就是我們很多的那個 民眾齁 喔 都很焦慮了 所以 像 這個禮拜齁 說真的在門診裡面齁 血壓高的人他也會增多啦 那 這禮拜天氣有特別冷嗎 師父也有比較冷一點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冷啦 那 常常就是有人齁 來到門診齁 就是進來 欸 翁醫師我血壓高呢 那我們當然醫生的角度會問他說齁 你剛剛在做什麼啊 我常常聽到病人的回答是 我都沒有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為什麼血壓高 我只是在看電視而已 你剛剛看哪裡 哆啦A夢 櫻桃小丸子 你中天 你三立 是啊 他一定是有看某一台嘛 那 這個狀態齁 你知道 我們在 看這些 新聞的時候 我們許多民眾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心裡的感受到底是什麼 焦慮嘛 對不對 你的頭腦裡面 會不由自主的產生焦慮嘛 焦慮什麼 焦慮你那個 你要選的人選不上啊 焦慮你要選的人選不上的時候 你會不會希望你要選的人可以選上 然後可以保證嗎 可以有人跟你保證說他會選上啊 會不會啊 這個世界上有人可以跟你保證嗎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人可以保證 那你也知道齁 我們還負責給病人安心的力量 不管哪一檔進來齁都會問說 王醫師你看看我們這檔會定嗎 欸 沒問題 你如果我看他的面簽你就知道 什麼檔 王醫師你不知道我們這檔會定嗎 我說欸 沒問題 你看我們民調這麼大 會定 沒問題 再一次一次 王醫師你看我們這檔會定嗎 欸 你看我們造勢藏的人 會定 沒問題 再一次一次 王醫師你看我們這檔會定嗎 我說欸 沒問題 等一下 你也不知道我哪個檔啊 我也不知道你哪個檔 我想每一個人現在都是我們這檔 對齁 我是找到一檔 那 說真的齁 好 那我們今天在看這些選舉的新聞的時候 你會不會產生焦慮啊 會 你會產生焦慮 那那個焦慮的情緒齁 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齁 對我們許多的民眾來講 他會一直累積嘛 累積到明天齁 他就開始那個 到最高潮嘛 那最好兩邊的票再拉開一點 如果拉不開的話 大家就更焦慮了嘛 從明天下午四點半開始開票的話 假設藍一票 綠一票 藍一票 綠兩票 再藍兩票 再綠一票的話 大家看得到 為了就叫緊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藍的十票 然後綠的 忽然開出十二票的話 這時候就覺得手 我們就麻麻 怎麼一邊有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是啊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說齁 基本上 你今天如果處在這樣的狀態裡面齁 好 你現在很焦慮 你現在很焦慮 那個焦慮的能量 他到底要流到哪裡去了 你今天一個人如果非常焦慮的話 你焦慮的能量 他到底要往哪裡去擠 本來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你今天 你今天 那個 坐在那個電視機前面看電視 是誰在陪你看電視啊 就你的身體在陪你看電視 剛剛立安跟大家講的這個 當然你的身體陪你看電視啊 不然你希望誰陪你看電視 你說 那 那是 那你的身體在陪你看電視啊 你在看嘛 就這樣看嘛 剛剛我們就講說 身體是你一生的那個伴侶嘛 我說真的 我們在那個 情侶關係裡面 夫妻關係裡面 你知道我們很多人齁 在那個 欸 還沒有變成男女朋友之前啊 剛認識啊 剛交往的時候 剛在追求的時候 很多人嘛 都追求的都很激烈嘛 對不對 女生也是很享受這種關係 男生也很享受這種關係啊 對不對 在那個時候 在追求那個時候 真的齁 你只要報名兩點齁 你如果有男朋友在對你齁 老人對你心裡愛慮 報名兩點你腳上來說 人家電腦會掉 我告訴你 三十分鐘到現場 甚至還掛宵夜嘛 對不對 台北婚的人 結婚三年之後 報名去由你老公 電腦壞掉 你覺得怎麼樣 去睡啊 我明天知道要再上班的啦 這樣對嗎 很合理對不對 本來就應該這樣對不對 不然還叫做夫妻關係嗎 夫妻久了就是柴米油鹽醬醋 對 對 你在追求過程裡面齁 你會對你的伴侶齁 就是付出嘛 為什麼 因為你想要得到他 沒事打擾一下喔 樓下兩台摩托車 三六二零三八 是誰的 擋到別人了 入 一下 人家有輪椅不好出入 這兩台 有人的嗎 是 三六二零三八 兩台 兩台 三六二零三八 當然是兩台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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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輪椅都要去造勢 開玩笑 那你今天如果是在這個關係裡面 我們常常都會覺得人際關係 它有一個很奧妙的地方 當你還沒有成為一個穩定的關係的時候 你都很討好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講這個例子說 那如果這一個人 如果有一個男的 如果有一個男的 他天生就是你的伴侶 你們就是子父為婚的話 那這個人 就是他終極一生都得跟你在一起 只要劈腿就槍斃 只要外遇就槍斃 他終生就是要註定跟你在一起 你覺得打從你一出生 他就是你的 你就是他的 你覺得 你對他的態度會是怎樣 你對他的態度 有可能很好 我相信 因為在座都是慈眉善目 善然心 有可能 但你覺得大多數人 他會做的反應是什麼 如果他今天與生俱來就是你們伴侶 都沒有跳舞 都沒有經過追求的過程 齁 與生俱來就跟你子父為婚 齁 就是你們在 baby room 嬰兒房 喝交杯酒的那種 乾了 交杯奶 來 齁 你喝你媽的 我喝我媽的 來 來 那 那 假設是這個狀態的話 你們與生俱來就是夫妻 中期一生都不能分開 第一次分開就是有人掛了 你覺得 你會對他 好 還是 普通 還是 隨便 我想大多數人 選擇的方式 都會是 隨便 都會是隨便 假設這個人 他 就是 在你這一生裡面 假設 你在 你的狀況 就是 你一生都要跟他在一起 你也沒有機會找別的伴侶 那今天如果假設這個人 在 42歲的時候 得了一個重大的疾病 你忽然發現他有可能離開你 你那 隨便的那個狀態 你會變成怎樣 他忽然重要起來對不對 你忽然對他好起來對不對 你忽然關心他起來對不對 你好不好 累不累啊 要不要吃點營養的東西 會不會 我們許多人對身體是不是這樣 是啊 就是在他忽然生病的時候 你忽然發現你有可能失去他的時候 你才忽然覺得 啊 我要對他好一點 可是 我們今天在沒有面對失去他的時候 我們今天在把他視為終生伴侶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怎麼對待他的 是啊 好我今天如果在看一個那個選舉的新聞 我今天在看那個選舉的那個狀態 你知道我們台灣很多民眾 在看那個選舉的新聞 就很奇怪 你今天如果是藍的 你就乖乖去看中天 你今天如果是綠的 你就乖乖去看三立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真的 你只看你的那個相關政黨的相關的新聞 其他的你都不看 從頭到尾你只覺得就是只有一組候選人而已 那 都沒問題 台灣有幾組中的候選人 只有一組但是他的號碼不一樣 那 如果 你是懶的你就堅信台灣只有二號 你是綠的就是堅信只有三號 其他都沒有候選人的 通通都沒有 那 假設是這個狀態的話 你都不會有問題 可是偏偏有的人 他就很奇怪 他忍不住就想要關心別人 然後 證明我們是贏的 我們是贏 請問你到底要證明什麼 那 這個時候 假設你是 你是那個 那個藍的 假設你在看中天的時候 又想看觀看 觀望一下敵情 三母五十 電視台 跟專櫃三里 再看一看 人家會說我們這樣 對啊 這樣才會晒 今天 假設你是綠的 你看到三里看到一半 跟專櫃中天 怎麼會這樣啊 怎麼可以這樣啊 他怎麼可以這樣講 可是 應該會有人性吧 我們台灣的漁民這麼多 除了像我們這樣之外 應該很多人都會被這些 政客洗腦吧 只有我們不是吧 他們怎麼這麼好騙呢 他們怎麼講這種話呢 會不會 會 會 這是我們那個 很多民眾看電視一個 奇異的一個狀態 那 對 他們就喜歡這樣看 然後 產生內心的焦慮 這時候 你在那邊看電視 一邊看 一邊看 這時候你在焦慮 你也沒有嗑瓜子 你也沒有喝啤酒 然後你就在那邊看 越看越緊張 那 你在緊張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上床代曬 你的身體 真的有夠代曬 外面在生氣和沒有關係 現在你在那邊看 看新聞 那個焦慮 一波又一波 你在緊張的時候 就往外丟 對不對 我也 心理自由的感覺 我又沒有投票權 你可以饒了我嗎 為什麼你要這麼焦慮 然後一直在告訴我 你焦慮了之前 我受不了了 我們這個焦慮完 會不會有感覺 會 你在焦慮的時候 你都會有感覺嗎 沒有感覺 那個叫焦慮嗎 焦慮的狀態 你覺得有這個感覺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你喜不喜歡這個感覺 你覺得有這個感覺 身體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我昨天去開那個牙齒 就是要那個植牙 開那個下額的手術 開兩點多錢 開了 在那個開之前 就是跟牙醫約時間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看你要約1月9號 還是1月10號 我只有問牙醫一件事 醫生 我開完話還會講話嗎 我說我有演講 他說可以可以 你可以講 但是你的臉會腫得像麵包一樣 那到底是可以講話 還是不能講話 可以可以你盡量講 後來我們約了1月9號 其實我已經在期待 我的臉像麵包一樣 但現在 顯然他沒有麵包那麼大 頂多就是一塊小麵包 我們今天如果身體 在這個狀態之下 他受到手術 或是他被細菌侵蝕 或是他其他的原因 發炎 發炎的時候會怎樣 會痛啊 會腫啊 會痛啊 你覺得好不好 你覺得好不好 你覺得身體這個反應好不好 對你覺得不舒服 但你覺得好不好 你覺得身體有沒有在跟你講話 身體在跟你講什麼 對他那裡受傷 那這個痛到底要跟你講什麼 如果今天你的 對他現在疼痛了 假設你今天扭到腳 腳痛了 假設你今天眼睛痛了 假設你今天牙齒痛了 假設你今天哪裡痛 你覺得身體想跟你講什麼事情 你在痛嗎 你在痛啊 對啊他用什麼方法來教你休息啊 今天你知道我們今天很多人 在處理身體的病痛的時候 跟處理關係的時候 他有同樣的一個狀態 今天身體 他是你終生的伴侶 他常常都在聽你的話對不對 你幾乎很少在聽他講話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一直都是跟你在一起 小朋友喔 如果是跟你對等的話 那鈴鐺別論 今天如果是一個小孩 跟你在一起 假設你是一個那個 像這樣性格的媽媽 我不能說嚴厲或是怎麼樣 假設你是一個像這樣性格的媽媽 今天如果你的小孩 回家之後 就傲著一個臭臉 就一個臭臉 然後他也不回房間 就坐在餐桌上 然後你過去問他說 妹妹今天怎樣 妹妹你到底怎樣 你到底是怎樣 這樣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樣 你會生氣 你會不會生氣 可是他沒有來問候你喔 不是啊 他沒有來跟你交談 是你主動去找人家的喔 他回去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坐在那裡 你今天去問說 妹妹你怎麼樣 是你去靠近他 還是他來靠近你 你去靠近他 然後主動要求他 要對你有善意的回應對不對 可是 他並沒有主動來接近你喔 你覺得他有回答你的義務嗎 我不是說他是你老公喔 你老公跟你對等 他要鈴鐺別論喔 今天是你女兒喔 你覺得他非要回答你不行嗎 跟媽媽說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心情不好 你要不要講話 你不講話我答你喔 你覺得怎麼樣 是啊 你覺得怎樣 把爸爸的感覺好 把爸爸的 給他講話 今天他都沒有來招惹你喔 是你去招惹他的喔 他並沒有要跟你講什麼喔 是你主動要跟人家言行逼供的喔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哪裡心情不好 請問他非得跟你講 哪裡心情不好嗎 好 今天 你知道在那個男女關係裡面 如果遇到 譬如說像一個女生 也是心情不好 他的男朋友 看到了之後 你為什麼心情不好 他也是這種反應 你要不要講一下 那這個是一種反應 還有另一種 另一種反應是怎樣 笑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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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不能笑一下 你知道這樣 在這個時候 我們心裡要講的話 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不要吵我 讓我安靜一下好嗎 對不對 你不要吵我 讓我安靜一下 我現在心情很不好 我不用一有意思 在跟你禀告我 為什麼心情不好啊 我只是在心情不好 可是 你知道 我們有的人反應就是 一直要給他 要給他 你要趕快 趕快 我們是不是許多人反應都是這樣 我們今天身體如果 發炎的時候 身體如果發炎 身體如果 有任何不適的時候 你知道身體直覺的反應都是什麼 痛 就是痛 當我們痛的時候 身體 在跟你講什麼事情 讓我休息一下 你可以滾遠一點嗎 但是我們許多人 對於這個身體 他在講的話 他聽不到 他就要用得好 用得好 用得好 快 你可以這樣 笑一下 笑一下 你不能這樣 做一個身體 就要乖 你這樣 這樣 這就是我們對 身體的反應 所以 我們常常都希望把身體 好好的 就是快速的把它 矯正過來 可是 你真的有聽到身體 在跟你講什麼話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身體的對話 所以 我們基本上講說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在看選舉新聞的人 他幾乎都把他的情緒 丟到他的身體裡面 對不對 就把他丟進去 丟進去你的身體沒反應嗎 身體會反應 我今天如果把這些焦慮都丟到 丟到我的身體裡面 我們到身體上到部分承接 那個焦慮的器官在哪裡 胃 所以我們一邊 今天你在那個看選舉新聞的時候 你看很多人在看選舉新聞 他不用啤酒不用瓜子 因為他焦慮就已經夠了 一邊看一邊吃一邊吃 那個胃他就自然的 就 你在幹嘛 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 廣告講的喝咖啡 吃甜食讓你胃食道逆流 不用喝正治 吃選舉就讓你胃食道逆流 那你今天在這個狀態之下 身體在承受你的那個能量 是啊 那我們今天如果看了一些 那個選舉的新聞 你覺得 你不喜歡的那一個黨 有可能會當選的話 你覺得人家又快要出奧波 你覺得明天可能會有什麼事情 你覺得 這個時候你會不會 有生氣的感覺 有人會有 請問生氣的感覺哪裡去了 餵也在餵 另外一個齁 你就會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看到一半齁 那個血壓就自然的升高起來 我都不在做什麼 我只是在看電視 才會悔悅 你這樣又不夠了 你今天如果 那一個能量 他把它流到血管去的話 因為你的血壓 在這個時候會上升 然後你的血壓 就不由自主的 就升上來了 那 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 如果有高血壓 就容易血壓高 那你今天 如果是 在看那個 那個新聞的時候 看選舉的新聞的時候 有沒有人在看新聞的時候 會覺得 對於未來 非常的絕望的感覺 有餵 真的有餵 那個 我相信在座應該不會 因為你們 連參與都沒有 完全不知道絕望是什麼 也不太有希望 好啦 開玩笑 那 是啊 有沒有人在看新聞的時候 會心生一種絕望的感覺 會不會覺得 某一個黨當選 我完蛋了 會不會 真的到現在還是有這樣的民眾 如果我喜歡的那個黨 沒當選的話 台灣 就完蛋了 地球 就毀滅 我們 有些人 當他在看的時候 還會有這種感覺 這感覺是什麼感覺 恐懼 恐懼的能量去哪裡 恐懼的能量不是去味 腎臟 油漬 你不知道看電視 有哪有可能看小油漬 你知道嗎 我們的個案 整個個事個案 我都讀過 看電視 看小油漬 越看越怕 想怎樣才會這樣 我們的台灣 要 要忙 我的油漬太一樣 想怎樣才會這樣 要怎樣就好啦 我們的台灣 你最厲害 有國有民 幽到了你的腰子 你真的太厲害了 是啊 OK 你現在 我們現在沒有在談選舉 根本談了很多 那你現在 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談選舉 我是在用選舉當話題 來跟你講 你的身體感受到的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說 你今天有沒有看到 你所給予你身體的能量 它到底是什麼 情緒是什麼 你看得到嗎 好 你會給你的身體 什麼情緒 或什麼能量 你覺得 你覺得 是跟這個事件有關 還是跟你的人格有關 你覺得是跟你的人格 還是跟你的那個事件 我現在講選舉的事件 其他事件也是一樣 我今天如果 如果 你知道在我的家庭裡面 我對選舉非常熱衷 你今天如果 在那個 你們 在那看 看選舉的新聞 時 既要公格 你就轉到櫻桃小丸子 看他有什麼 我講這個好笑 你敢不可以關心我們的國書 你敢有一個國家的概念 我們台灣都要賣 你知道嗎 你怎麼選不住 這是什麼狀況 老公不說 我感覺櫻桃小丸子 好看 我感覺 那個總統 沒有一半好看 我是覺得櫻桃小丸子 沒辦法你看 你看這個就太多了 我們國家就是都出你這種 老公不說我感覺出你這種 也不太好 那你 你投票我明天知道 可能也是有投票 說哪有用 對啊 你在那關心一波 你也是投票而已 不說你關心比較多 就投票也是投票而已 我在那看 小丸子明天知道 也是投一票 所以你的公領 我都差不多而已 沒有 我們之後看 我們一個中間評券數 你是懶的 我們就看 哆啦A夢 因為他也懶的 那 是啊 所以 你今天 這一件事情 我就問你 到底是 事件產生的 還是他人格產生的 人格產生的 所以 你今天這個人 從這個事件裡面 所要看到的東西 到底是這個事件 還是他的人格 還是他的人格 因為我們現在 之所以會討論這個話題 是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 慢性病的年代 對不對 現在台灣 十大死因 十大疾病 全部都是慢性病 就沒有急性病了啊 跟早期的年代 它就是差很多 早期年代最多就是急性病 對不對 在早期那個年代 比如說 我們說那個 1945年 台灣剛從日本那邊回來的 那個年代 那年代 國人平均才30歲而已 30歲 你覺得怎麼樣 蠻好的 發洩在正好的年代 不要胡扯啦 沒有人想這樣好嗎 平均年齡30、10歲 它是 也有相對的好處啦 男人來不及半夜 起來尿尿 尿尿線不太大 尿尿線來不及長大人就掛了 對不對 還對咧 血壓來不及高 血糖來不及高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那個慢性病 大概都四五十歲才會產生 因為我們身體 它很奧妙 因為身體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調適的時期 當然現在可能 因為人的那個改變 慢性病可能有人有稍微早一點 但基本上 大多數人應該還是到四五十歲 才會有慢性病的發生 那這個慢性病的發生 你今天如果是在從前 從前 因為我們從前著重的一個角度 都是在急性病 為什麼因為早期的人 大概都在那個 四五十歲三四十歲的時候 就可能會有生命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早期的人 他的疾病主要著重在營養的疾病 跟那個感染疾病 早期的人 因為他們的年齡沒有活那麼長 那營養的疾病跟感染的疾病 基本上 因為早期的營養沒有這麼發達 對不對 我們的營養是因為科學的發展 才會變得這麼營養 知道嗎 科學的發展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營養起來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科學它帶來農業跟畜牧業的 大幅發展 我們今天才有人會去吃有機的雞蛋 有機的豬肉 有機的什麼東西 對不對 今天一隻豬給你 你還只吃松阪肉 對不對 有人這樣 有啊 一條牛給你 還有一條牛只有六塊可以做什麼牛排 有這樣嗎 有 對 這我們 許多人 因為現在 大量的畜牧 大量的農業 才能有這個現象 時間沒有很久 我們只要倒回去50年 只要倒回去50年 你吃牛排 你能選哪一塊啊 你吃牛排 你有牛尾巴吃你就很高興了 我們小的時候 我們 我是說我們都差不多啦 那我們 我們 我們小的時候 我們大多數的人 其實家裡 並沒有那麼富足 所以也不可能 三餐都大魚大肉嘛 那時候大家家裡 就是有個雞肉 有個豬肉就很高興了 你怎麼可能去挑哪一塊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 有一些人 他的問題 那在更早之前 那當然有的問題 就是營養的問題 而且更早期之前 很多人的營養 他就面臨那個 面臨 營養缺乏的問題 你小時候有沒有聽過一首歌 就是維他命歌 你國小的時候沒有聽過維他命歌 我是家種維他命 幫助你補生野蠻病 有沒有聽過 哇靠 你們為什麼上課都不好好聽呢 那 老師到底都在幹什麼 要教改啦 你知道 有啦 完了 完了 你們老師還在嗎 我想問他當年為什麼不好好教 那 對 為什麼當年會這種歌 因為 那時候的人 他的營養 可能沒有很均勻 如果是現在的話 不需要了 大家什麼 甲種 乙種 餅種 現在根本都叫做維他命 ABCD了嘛 也沒有人在講 早期還有維他命甲 乙呢 餅呢 那 在這個狀態之下 那時候的人 缺乏的是營養 缺乏的是營養 我們就不能用身心靈治療嘛 對不對 我吃不到 還身心靈 我連吃都吃不飽 然後 媽 我今天肚子有點餓 那是你創造的 那到底要怎麼治療 所以 物質層面的問題 物質層面解決 那個不是身心靈的問題 但那個年代 普遍來講 就是 他營養沒有那麼多 那當然到現在還有些人 還有這種概念嘛 對不對 現在還很多人生病 都覺得自己營養不夠 我在門擠裡面 很多人都在問 王醫師 我那個 像我現在這個 七十幾歲的年紀 我到底要補充什麼 也有人四五十歲就要問 我覺得我身體比較虛 我到底要補充什麼 我那個體格 你是要再補充什麼 我 現在 滅黃積獸的人 應該 不多了 我們很想去找個滅黃積獸 都很難 我們小時候沒有這個成語啊 滅黃積獸 現在要達到這個成語的人 很難 很難 我們小時候念的課本 天下大亂又鬧飢荒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激荒什麼東西 那我們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知道那個營養 營養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 完全用身心靈嘛 對不對 另外在那個年代 它普遍的問題是什麼 感染的問題 感染問題 感染問題就是 像什麼 流感那個時候 也沒有現在的這些藥物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一些什麼燈格熱 然後 廢結核 什麼 什麼 天花 你有中過天花疫苗嗎 中牛痘 防天花 現在還有天花嗎 你有聽過天花嗎 你兒子女兒還有這中牛痘嗎 那東西哪裡去了 天花哪裡去了 回天上去了 現在哪來天花 天花早就沒有了 科學進步 讓傳染病 它慢慢減少 好 那真的很明顯的就是 那個廢結核 廢結核現在還有 但是 在早期得到廢老是不知之症 對不對 在你聽過了很多書裡面 在你的那個課本裡面 對啊 我常舉的就是廢結核 廢結核在早期是不知之症 對啊 你有錢沒錢得慰結核都死啊 對 沒錢也是 沒錢也可能得慰結核啊 對不對 像林黛玉就得慰結核嘛 紅樓夢的林黛玉啦 紅樓夢的林黛玉 你當時林黛玉是總統候選人 你啦 你 不要這樣喔 林黛玉是誰啊 小寶玉選別委 那你 整核的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對啊 林黛玉不是廢結核嗎 咳嗽 對啊 林黛玉除了有錢嗎 定會好嗎 定會好啊 因為在那時候是絕症啊 得兩道人路也 梁三婆也是嘛 梁三婆有聽過嗎 議員 議員 梁三婆也是啊 對啊 梁三婆也是沒有錢啊 林黛玉有錢啊 有錢沒錢的慰結核不是都一樣死 現在咧 現在還有沒有慰結核 有啊 有啊 現在的慰結核是不知之症嗎 不用啦 吃藥就好了 吃六個月或九個月就好了 所以 基本上 目前的人 他的疾病 最嚴重的疾病 大概都不是營養症跟感染症 當然還是有些人有啦 但少數 大多數人是什麼疾病 慢性病 大多數人都是慢性病 像癌症啊 高血壓 糖尿病啊 肝病啊 肺病啊 這些慢性病 這些慢性病 它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是啊 我們的醫學 在他行之有年 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要 從頭再回去檢視這個醫學 他現在到底在治療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每一個年代你的觀念 他都在不斷的改變嘛 都在不斷的改變嘛 你有在改變嗎 別人有在改變嗎 你覺得有在改變嗎 剛剛我們主任講的 你二十年前來聽我演講 跟現在聽演講 有改變嗎 根本現在就沒有二十年前的人 都棄我而去了 那 全都是新來的 對 都長大了 然後還會說一句 早知道你這麼好 二十年前就來聽 你二十年前來聽 你就不會再來了 那 我有來這麼久嗎 好像沒有吧 是啊 那 這個 我們的人 你會處在一直在那個 改變的狀態 醫學也是嘛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這個其實 人其實就是一直在改變 那外境也一直在改變嘛 對不對 我們這個世界很奇怪 我們常常 因為一個名字 然後就認定了某個東西 然後好像永遠不變的嘛 對不對 你知道 我們還是說選舉 像台灣 有藍的族群跟綠的族群 你知道 對於藍的那個族群 他認定的就是那個招牌 綠的就是認定那個招牌 你知道嗎 你覺得 國民黨從孫中山的年代 到現在有變過嗎 變到不知道什麼狀況 你覺得 民進黨從那個 黃信介的年代到現在有變嗎 為什麼他們 許多人堅持的就是同一個招牌 你覺得你從以前到現在有變嗎 你覺得 你覺得 如果有一天 你跟你老公要分的時候 你會想去跟法官說 其實 我在結婚上證書蓋上 結婚證書上的配偶是他 可是我怎麼看都不覺得 是那個他耶 他除了名字一樣之外 其他什麼都不一樣耶 法官你覺得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他只有名字一樣而已耶 我是嫁給這個名字的那一個人 但是我不是喜歡的這個人 他們只是同名同姓而已耶 法官想想說 對 我對我老婆也是這種想法 對 我們 這整個狀態 它是不是處在一直在改變的狀態 你也在改變 醫學也在改變啊 所以 醫學他現在有一個困境 他就是沒有辦法突破啊 為什麼我們的慢性病 沒有辦法療癒 你覺得慢性病是可以療癒的病嗎 還是不行 對 因為我們的民眾常常被洗腦嘛 洗腦 科學是一個可以給人洗腦的東西嘛 科學它常常都在給人洗腦嘛 就像你現在會覺得 地球 是 圓的 那以前的人覺得地球是平的 你覺得這樣對嗎 你現在當然覺得不對啊 但對那個年代的人 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講是對的嗎 你可以講地球是圓的嗎 你講地球圓的話你會怎麼樣 被動著笑耶 以前的人覺得太陽是繞著地球轉的嘛 對不對 現在人說地球是繞著太陽轉的嘛 哥白你當他發現 哥白你知道嗎 哥白你還要誰 不是意願喔 那 哥白你當他發現地球繞著太陽轉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下場是什麼 對 他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險耶 他不是被講瘋子耶 是啊 所以我們每一個狀態喔 當你認知你覺得是的時候 當你認為是的時候 他就成為你的基本認知對不對 你覺得地球繞著太陽轉 那地球就繞著太陽轉 你覺得太陽繞著地球轉 太陽就繞著地球轉嘛 對不對 那是你的認知 好 你認為慢性病是可以療癒的嗎 對 因為我們現在大多數人是被 洗腦成慢性病是不會療癒的啊 對不對 高血壓的治療 什麼叫高血壓的治療 高血壓要怎麼治療 如果你的家人有人得高血壓 請問高血壓怎麼治療 請問何味高血壓的治療 是高血壓吃完一顆藥之後 從此血壓就沒有再高過了嗎 你可以接受這件事嗎 醫生我高血壓 那顆吃完不用再來了 醫生我是沒救了你 那顆吃這些的 你不用再來了 醫生我湯就不用 那顆吃這些不用再來了 你覺得有可能嗎 如果這樣的話 醫院都導光 好 那我們今天對於高血壓的治療 什麼叫高血壓治療 每天都吃一顆藥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這個吃藥的方式它叫做什麼 控制 控制 我們現在目前對於疾病 講求的就是控制 所謂的控制就是治療嗎 對啊 這個就是我們人的認知喔 控制它到底是不是治療 如果你今天車子壞了 摩托車或汽車壞了 簽到修車廠 修車廠跟你說 我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你每天早上都來修一次 你覺得你還會去自家修車廠嗎 但是如果現在全世界所有的修車廠都跟你講 你每天早上要開車之前都來修一次 你可以接受嗎 當全世界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是真的耶 對不對 我每天都要去修一次 然後車子才可以上路 請問那個師傅 這台車子要修多久 看你要開多久就修多久 每天都要來嗎 是啊 我可以隨便不來嗎 你敢你就試試看 那你要不要去 去啊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對於我們的疾病的認知 它現在就處在這個狀態 因為我們整個科學界 整個社會習俗給大家洗腦就是這樣 慢性病是不會好的 所以你每天都要服藥 你定期要追蹤 因為它不會好 如果好了呢 那只是你騙你的假象 這我們許多人的認知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頭來檢視說 那疾病它到底是什麼產生 慢性病它到底是什麼產生的 急性病是什麼產生的 肺結核是什麼產生的 感染啊 感染是什麼東西產生的 病毒 細菌 黴菌 是不是這些 它是不是非常清楚 很清楚 感染是細菌 黴菌 病毒造成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治療肺結核的話 我們要發明什麼藥 抗生素 為什麼 因為抗生素可以殺細菌 這樣有清澈嗎 很清澈 非常清澈 今天如果要治療肝 是什麼造成的 病毒 所以我們如果要治療肝 要吃什麼藥 客療肝 對 客療肝是什麼藥 殺病毒的藥 清澈嗎 我請問你高血壓是什麼造成的 血壓病毒 糖尿病是什麼造成的 糖尿病細菌 是這樣嗎 是什麼造成的 生活習慣 什麼是生活習慣造成的 什麼生活壓力造成的 好我們今天 今天來講 對生活習慣 生活壓力 那什麼生活習慣跟什麼生活壓力造成的 我們今天如果是細菌造成的 我們很清楚嘛 對不對 今天細菌造成 也就是說 今天這一支 那個 肺結核的細菌 我們不要講那個肺結核 我們今天 因為肺結核的細菌 你沒有辦法定量 我們今天如果講說 如果被狗咬傷 會造成發炎 會造成傷口的話 狗咬你跟狗咬我 是不是都會受傷 我有修行 我不會受傷 那你 狗會覺得牙齒有點痛 那你 我們今天如果是知道原因的話 狗咬你跟狗咬我 是不是都一樣 對 那我們今天在講 慢性病它是怎麼造成的 請問 高血壓是吃太鹹造成的嗎 糖尿病是吃太甜造成的嗎 部分 在哪一部分 對生活習慣 到底哪一部分是生活習慣啊 飲食習慣對啊 所以我每天只要吃太鹹 我最後就會高血壓 是嗎 請問有這個定律存在嗎 我今天如果每天都抽菸 最後一定得肺癌 不見得 我每天吃太鹹 最後不一定會得高血壓 所以吃太鹹有可能得高血壓 然後吃太鹹也可能不得高血壓 不吃太鹹也可能得高血壓 不吃太鹹也可能得高血壓 不吃太鹹也可能不得高血壓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那請問這還有科學邏輯嗎 吃太鹹最後可能會得高血壓 不吃太鹹最後也 吃太鹹最後也可能不會得 不吃也可能得高血壓 然後 我自己都亂掉了 那你今天 那你現在如果是這個狀態 那請問我們到底要怎麼找原因 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今天如果是不是會結合 找到細菌 你就可以用康素來治療 那請問高血壓原因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心理但是醫學能治療你的心理嗎 怎麼治 高血壓什麼心理 好急性子 今天那個 你今天 去到醫院 然後醫生跟你說 我看你這個高血壓 急性子 來吃這一顆藥 快快快吃吃吃 醫生你比我還急 欸 對 醫生有高血壓的嗎 很多啦 台灣高血壓四五百萬人 還有醫生都沒有 那你現在如果是這個狀態 那我們說喔 你現在要治療高血壓 請問血壓要能治療你的急性子嗎 血壓要治療的到底是你的哪裡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血壓到底治療你的哪裡 因為我們其實喔 雖然科學教育很發達 但我們許多人喔 對那個 對那個藥物喔 他怎麼治療都不知道 而且我們現在 對於那個藥物喔 有作用又有副作用 每次一拿到藥帶就先看 副作用 對 然後就決定喔 不要吃好了 但作用是什麼 也不知道 還有人看錯行 這個以前我常說還有人看錯行 有一次喔 我有一個病人喔 就是那個 拿一個藥喔 來跟我說喔 欸 醫生 喔 我那個 大便 欸 拉肚子啊 你幫我開這個藥 照這個藥帶開 我說為什麼要開這個 因為 他寫 這個喔 可以幫助你喔 欸 紫屑 紫屑 我說 先生你有沒有看得清澈 那副作用咧 你有沒有知道什麼 他要吃了喔 因為他的認知 所以那個藥吃下去 作用相反了 這小人 小人 真的 真的很厲害喔 因為他看錯那個藥的作用 把副作用看成作用 結果那個藥物真的產生了作用 這太神奇了 那個 以前喔 我們在看藥的時候 在早期 醫生可以開安慰劑嘛 你知道嗎 現在你要安慰劑 你只能靠醫生安慰你 現在根據醫療法規不會有安慰劑的 因為每一個藥 藥帶上都要寫清楚嘛 安慰劑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什麼叫安慰劑喔 就是 你今天喔 如果睡不著的話 那醫生判斷你這個睡不著 還是因為太焦慮 他就給你一顆 維他命 然後跟你說喔 你吃這顆 你會睡著 你吃完你會睡著 也不知整的 那一顆 維他命你吃完之後 就覺得昏昏欲睡 對 心理狀態安慰劑啊 在早期研究安慰劑 確實有效果 但是目前的醫療 不容許使用安慰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個藥帶上 都要寫得清清楚楚 今天如果是安慰劑 它上面就只能打兩個字 安慰 就沒有辦法吃了 是 所以我們基本上喔 你今天在看這些藥物的時候 你要知道 像感染症它用抗生素治療 但是因為感染已經明確知道 它的原因就來自於細菌 那請問這些慢性病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原因 那不知道原因 就是醫學上它的一個盲點 醫學上的盲點 剛好是我們的 身形癮的一個清醒點 那 對 對啊 因為 大家在這邊也是療癒啊 聽一堂課都可以治療腸造症了 再聽兩堂便秘 老賽都好了 聽傷痰高血壓變低血壓 聽四堂高血糖變低血糖 那你 你 你今天 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是啊 你今天要如何去把你的疾病療癒好 你要先知道你生病的一個原因 到底是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 就是你的 剛剛講過的生活習慣跟你的那個性格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是什麼 你的性格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說 你的性格是什麼 你知道你的性格是什麼嗎 你接受你的性格嗎 你認為你的性格到底是什麼 一個急性格的人 他都知道自己的急性格嗎 一個常煩惱的人知道自己常煩惱嗎 對不對 不見得 一個生活很苦悶的人 他都知道他生活很苦悶嗎 知道嗎 我告訴你 其實在大多數的癌症個案 癌症個案它幾乎每一個生活都苦悶 每個都苦悶 緊張不會得癌症 恐懼不會得癌症 癌症最明顯的性格特徵就是苦悶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在面對大多數癌症個案的時候 我只要問他 你覺得你生活苦悶嗎 你覺得大多數人會怎麼回答 我是還蠻快樂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癌症 十個 誰就五個都這樣跟我說 那表示特例 對不對 這世界上真的 從來沒有這種 快樂快樂 快樂 沒人這樣 每一個性格 每一個疾病都起源於他的性格 那 我們每一個人的性格 你都認識嗎 你真的認識你是什麼性格嗎 你會很焦慮 你知道你在焦慮嗎 你常常在煩惱 你知道你在煩惱嗎 煩惱這件事情 它是那麼容易知道的嗎 你知道你的頭腦在想什麼 你知道我的頭腦在想什麼嗎 我們都只知道 一個人的想法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對不對 這個世界上我們可以看到人的外表 但是我們看不到他的想法 你看得到我的臉 我看到你的臉 可是我知道你頭腦裡面在想什麼嗎 我只知道我的頭腦裡面在想什麼 對不對 那我只知道我頭腦裡面在想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我的煩惱太多 也許我跟你是一樣的啊 所以我不覺得我煩惱太多啊 所以 任何一個糖尿病 任何一個腎臟病的個案 如果我問他說 你覺得你會常煩惱嗎 你知道十個有九個回答我什麼嗎 我都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有時候看這個個案 它坐在那邊 然後 眼睛轉轉轉 你的想什麼 沒有啊 我就在這裡 所以它已經進入了靜心的優雅節奏 你知道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我們 很多人都無法認識到自己的性格 那請問 你今天要怎麼去認識你的性格呢 你怎麼認識你的性格 所以我們就跟你說 今天你這個身體 它是不是你此生相伴的 一個伴侶 我們這個身體啦 剛剛就跟你講過了 今天一個人從出生 就已經跟他在一起了 你今生 大概都只有一次的機會 可以跟他分開 有的人有兩次 因為他離體又回來 也是有啦 少數嘛 就是有人有冰死經驗啊 去用CPR之後又落下去 不然有人就是開桌之後 飄出去啊 上面在那看醫生在開桌 就離開了啊 但是 開完刀之後 又回來了 也是有 少數 但大多數人 一生裡面只有一次會跟他分手 就是你死掉的時候 你覺得 你比較愛惜生命 那個高樓 在女兒牆那邊 想想你這不信任婚姻 你有個念頭 跳下去不知道什麼感覺 請問 會不會在你沒有感覺的時候 你的白雪酒想說 我跳下去不知道什麼感覺 你的紅雪酒在那邊想說 不如來死死的 這人生有夠無聊的 每次大隻在 再送氧氣 真的無聊 怎麼會這麼無聊 你的腎臟有沒有每天在那邊想 每天都跟尿在一起 我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的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啊 我今天也是跟尿在一起 我在活死你也是跟尿在一起 我想問一下我有什麼前景 但是還是跟尿在一起 那 請問 你的腎臟 是啊 就在這個狀態 如果是你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很無聊吧 真的很無聊 但他每天都還在持續在做耶 好 OK 你覺得你比較愛惜生命 還是他比較有愛惜生命 欸對 欸對 你們合在一起 但是你的身體不會有一個念頭 不然死死的 身體不會想死 身體真的不會想死 身體喔 他要負責的 最大的功能 是什麼 讓你活下去 身體他要負責最重要的東西 是讓你活下去 你是他的伴侶 但是 他有一個義務 他有一個最大的目的 就是讓你活下去 因為只有你活下去 他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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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你完了 他就完了 對 這我常說的 你跟他相伴一生 你跟他是不公平的 你知道嗎 你死了 靈魂永生 他死了 魂化廠 那 魂化如劍 這 為什麼會相伴此生會這麼的不公平 是啊 那 你 對於他而言 他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存活的目的 你的細胞到底有沒有意思啊 你認為你的細胞有意思嗎 他聽得到你說話嗎 你聽得到他說話嗎 你聽不到他說話 他聽得到你說話嗎 你的話語不斷在灌輸給他 你知道嗎 你不停的把一些念頭 傳輸給你的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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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有聽到嗎 你覺得你的改變可以帶來細胞的改變嗎 這真的非常的奧妙喔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 這個基本上 你今天你要活下去 就給你的身體活下去 你的身體要活下去 就給你活下去 對不對 因為你們兩個是一體的啊 絕對不可能說他活下去你走了嘛 植物人他的意識也一部分還在 如果意識完全不在他就活不下去了嘛 植物人有沒有可能有清醒過來的時候 有喔 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是不是還有意識 是啊 他會跟你講說他當植物人的時候他發生什麼事啊 是啊 你們一定有一個基本上的一個結合嘛 絕對不可能你的身體坐在那邊 然後你已經悄悄離去 或是你還坐在那邊 你身體已經自己回家了啊 你們兩個是要怎麼分開啦 對啊就 那主任喔 剛剛跟大家講說喔 誰的摩托停在下面的時候 你就說我還要聽身體下去一下 你就自己在那邊對話嘛 欸你下去了 你下去了 你下去了 我就要再聽了你下去了 然後就一個身體 兩眼無神了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再上來 然後你們兩個到那個他上來的時候 你們又指揮庭組合了 欸 欸 我又回來了 你最好是可以這樣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這個身體 它跟你終身相伴 然後身體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讓你活下去 身體要怎麼讓你活下去 身體這一生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讓你活下去 你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你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身體健康 那太容易了 那你 好啦 你今天活著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身體活著為了讓你活下去 結果你活著的目的是為了身體要健康 呼唱呼水啊 與水和血啊 舉案其美啊 靈魂伴侶啊 上身火焰啊 怎麼會有你跟你的身體這麼好的伴侶呢 請問你活著的目的到底是為什麼 你今天活著的目的 是為了 你活著的目的是為了覺察 謝謝 我還有盡心 我是為了修行而活著 對我天生富有 真的是喔 真的喔 我是為了賽斯 那你 你今天 人活著是為了 是為了什麼 今天假設你是一個神啊 你本來就是一個神啊 神合到一個身體才變成一個人嘛 對不對 神跟你的差別在哪裡 你有肉體他沒有啊 對啊 體驗的方式不同而已啊 今天神如果變成人 他不是活的方式都跟我們一樣嗎 對不對 觀世音菩薩如果有身體也是要幫賽啊 觀世音菩薩有身體不用幫賽啊 觀世音菩薩有身體他會常遭症 你也這樣喔 觀世音菩薩有身體之後就是文生就苦嘛 現在大家就是傳賴給他嘛 觀世音菩薩有身體 觀世音菩薩因為文生就苦會來加四五百的朋友嘛 大家喔 有錢不作一下啦 我怕你後來一下啦 我要上課啦 你還沒用 你趕快過來給我騙小孩一下 他整個在那看齁 喔這個可以 喔那個不可以 怎麼這麼多人都需要我啊 可是我文生就苦啊 可是賴又在咚咚咚咚 我要文生了齁 走到長照正齁齁 來 不要開玩笑了 那 你今天如果有身體的話 對不對 就是你的身體齁 要怎麼來讓你齁 可以維持你自己 喔等一下 你今天人生目的到底是什麼 就是來體驗你的人生嘛對不對 人生目的就是體驗你的人生 人生體驗完就這樣 認識自己創造快樂 我關你了嗎 來 認識自己創造快樂 這就是我們人生的目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齁 創造快樂的方式不一樣嘛 當然你今天也可以定義成 人生不如意是時常八九嘛 也是有人這樣定義的啊 只想一二不思八九嘛 有沒有這樣 有啦 人生本來就是來受苦的啊 你們不要看我在那邊當老師 我也是一路苦過來的 還有人這樣 有啊 也是有人自己都這樣標榜啊 我也是一路苦過來的 你不要看我現在演講很順 我也是一路苦過來的 有沒有人這樣定義自己 有啦也是有啦 你就是人生是苦 還是要追求快樂的 你的靈魂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快樂的 因為每個人都是神啊 沒有人是為了受苦 或是為了營造苦 或是為了要苦才來這個世界的啊 我們都是為了要追求快樂 好 你的靈魂在追求快樂 所以你才會去賺錢嘛 所以你才會營造關係嘛 這些都是為了快樂而存在的啦 對不對 誰會為了痛苦而結婚啊 我說人生不夠感苦 我想要嫁子 嫁子才會感苦 有人這樣啦 不可能的事情 每一個人 他在追求某一件 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都有一個前提考慮 就是要快樂 我今天想要好好的去賺錢 因為賺錢我才能當 維護婦人的有錢人 那我才能體會到人生的痛苦 我也很想要知道 那好一個人的痛苦 痛苦你倒了 所以我的票也賺錢啊 好一個人太多錢 所以我還遇到 妻離子散 妻離子散 那好痛苦 我想要退回那個感 所以我還要賺錢 有人這樣嗎 我燒不好耶 你 是啊 你所有創造的事情 你不是都是為了快樂嗎 是 那身體為了配合你 身體要做什麼 是啊 身體在你不快樂的時候 要提醒你 身體不快樂的時候 就是要提醒你 他要跟你講說 你過了不快樂了 你不快樂的時候 你會把什麼東西 告訴身體 你的焦慮痛苦緊張煩憂 通通給他 你快樂的時候 你不會告訴他嗎 會啦 人身體快樂的時候 不會手舞足蹈嗎 會啦 你忍不住就 就在那邊跳起來啦 會啊 你快樂啊 你快樂啊 你忍不住就笑起來啦 對不對 但是你不快樂 你快樂的時候 忍不住就笑起來 你不快樂的時候咧 哭啊 但不是每個人都哭得出來啊 好 不管你有沒有哭 你會把你那些焦慮痛苦都倒給身體 你自己感受到了嗎 不見得 那個能量 它會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它在累積的狀態 能量在你身上累積 你覺得會比較好嗎 不好 如果不好的話 那能量找個地方去做出口 你覺得好不好 對 它沒有釋放喔 滿沒有釋放喔 它只是囤積到某個地方 你家如果垃圾很多 找個地方當垃圾場 你覺得好不好 整間房子炒某某比較好 還是炒一間就好 我今天買了一間房子 然後這個房子裡面有五個房間 那我們跟家人說好 我們都不要倒垃圾 好 不倒垃圾 就是這裡有飯粒 那裡有菜渣 然後這裡有廢紙 那裡有鼻屎 好 那都是一堆垃圾 整間飛來飛去 就是蒼蠅的 然後就蚊子 還有蟑螂 你覺得這樣比較好過 還是把這些掃一掃 一既然我們已經決定不到垃圾 全部把垃圾掃到同個房間去 那一間就叫垃圾室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都不好 但是你覺得你的身體如果要救你的話 它會選擇哪一種狀態 它一定會把它變成一個垃圾室的啊 為什麼 你如果整個房間都垃圾 你要怎麼活下去啊 你連走的地方都沒有了 你連躺的地方都沒有了 身體的最高宗旨是 讓你活下去 所以當你整間都垃圾 你清不掉的時候 身體該做什麼事情啊 它自動變成那一間垃圾室 把你的垃圾全部收進來 全部都收到同一間裡面耶 這時候你會不會比較好過 會啊 會 你短暫時間會比較好過 因為你有床可以睡 你有沙發可以坐 哪裡再湊 那一間再湊啊 但是再繼續往裡面堆 你覺得它的門會不會有一天 走到崩壞 崩壞 拼破 會不會 拼破 拼破的時候 整個垃圾流出來 臭光光 這時候你知道你做什麼反應嗎 指責那一間房間 你為什麼這麼臭啊 你為什麼這樣啊 那臭哪裡來的啊 那不是你搞出來的嗎 是啊 好 那我們當那個房間臭掉的時候 我們大多數人會去做什麼事啊 對 自己清嗎 沒有 找醫生來清 把那間清清的 你如果整間把它卡掉 那叫手順嘛 那那 整間把它卡掉也不手順嗎 啊如果 把那個 放一些芳香劑 把那個草味給它 那叫吃藥嘛對不對 就讓它不要有味就好啊 就好啊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如何把那些垃圾清掉 完整的清掉 靠你自己 怎麼靠你自己 你要用什麼方式把那些流洩掉 但是 流洩之前 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認識 覺察 你必須認識到你家的垃圾 到底是什麼垃圾 你才知道往哪裡丟啊 你連你的垃圾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怎麼丟啊 你才 對 你要了解 你到底是哪一種性格的人 我們 習慣性的性格 會產生習慣性的一些 身體的疾病 那 習慣性的性格 我們有時候常常都是習而不察 因為我們剛剛就講過了 你的大腦只有你知道 我的大腦只有我知道 當我們沒有辦法跟別人交換大腦的時候 我們會以為 這本來就是大腦的常態啊 煩惱的人 常常都煩惱到無所自覺 真的啊 所以才會有人看電視看到血壓高起來 他都不覺得他有任何的焦慮 你知道嗎 本來我關心國家就是這樣的啊 我沒有說我要血壓高 誰都知道你沒有血壓高啊 那 你今天在這個狀態之下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 一個東西他能提醒你 就是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提醒完你 我再去給你提醒一次 你覺得你會聽嗎 還不見得會聽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糖尿病的個案 我跟你說 你很容易煩惱 大多數人還是否認的 可是 我們今天在身心理團體裡面 就是要經過這個過程 讓身體來告訴你說 你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然後身體提醒你之後 你到底要怎麼對待它 身體如果提醒你之後 你怎麼對待它 你覺得我們每個人都聽得到身體的提醒嗎 身體的提醒你會聽嗎 身體的提醒你很容易聽嗎 叫他閉嘴比較快 你不覺得嗎 叫他閉嘴比較快啊 這我上次講的啊 一個學生 如果在那個課堂裡面很吵的話 老師安撫他比較快 還是罰他半蹲比較快 你到底在哭什麼 張小美你在哭什麼 老師 你過來 半蹲 老師我要蹲多久 蹲到你不會哭為止 老師我好了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你說這樣好嗎 這樣問題有解決嗎 但是你覺得這個小的人 不是大部分都這樣解決問題嗎 你今天身體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對 我再次強調 我沒有說 你不能吃藥 你今天如果身體很不舒服 吃藥沒有關係 醫學是人類這兩百年的一個科學的絕經 他沒有問題 是使用的人的問題 了解不 你今天如果已經得了肺結核了 衛生所都能到你家門口督治了 要看著你吃下去 你就要拿起來 絕茶 要吃你吃 你應該馬上被抓起來 基本上 你今天 遇到了 身體的問題的時候 吃藥沒有關係 你頭部痛到要死 我們不太像 說你頭部痛的時候 你要頭部藥而喻 你不能吃葡萄糖 我跟你說 這個時候你需要的是 葡萄糖 你根本痛到要死 對不對 你如果很痛 那個 身體的症狀 超越了你的身體所能承載 的那個程度的話 那就吃藥 都沒有問題喔 我們有的學員 洗耳機洗到一半來上課 說我明天去不洗了 我不知道 原來你今天晚上聽完之後 你的症狀就已經活躍了 如果你真的還需要的話 就在那個時候接受治療 西醫 中醫 跟身心靈治療 它是三個領域 你今天 如果身體的問題 已經超過你能承載的話 你就吃藥治療OK 可是 長久之道 他就沒有在那裡 長久之道要改變的是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如果改變了 你身體的狀況就不要遇 即使沒有完全改變 你的服藥量會減少 了解嗎 你的性格如果改變的話 徹底的翻轉過來 有沒有徹底翻轉過 你有沒有看過 不會有人少年隔天到吃藍斑滴血藍 有 有啦 我在床上看一大堆 年輕的時候血壓都160 170 到那個老的時候 血壓剩下90 100 當然他們不是經過身心靈的洗禮 有些人是因為 年輕的時候年輕氣生 看到不順心的事 幹什麼 那個狀態會突顯出來 然後到年紀大了之後 譬如說上考之後又娶了一個太太 然後那個太太是個漢妻 幹什麼 一個閉嘴 血壓降到90 100 那 高的血壓表示一個比較 高亢的外向的一個性格 低的血壓 通常都表示一個比較 雀弱 內縮的性格 通常幾乎都是這樣 我現在不是在講這個 我講的是 你的性格的確可以翻轉 翻轉後的性格 它會展現在你的身體上 你只要性格轉變了 你的人生就轉變了 你的人生轉變了 你的疾病也就療癒了 像癌症 你知道 我們在生訓團體裡面 常常在做一個癌症的一個治療 你知道 在生訓團體裡面 癌症它尤其是 生訓團體裡面 癌症的個案會比較多 因為癌症有一個生命的壓迫感 它會感覺被生命追著跑 高血壓 糖尿病 這個溫水煮青蛙你知道 高血壓有的人 剛接觸到高血壓 剛被診斷出 剛被診斷出糖尿病 剛被診斷出糖尿病 會不會很沮喪 你覺得會沮喪多久 高血壓的話 大概半天就接受了 小小的 沒關係啦 我媽媽也有 你湯就賣 心情我賣 沒關係啦 我們三台都有啦 沒關係啦 自己比較注意就好了 是啊 但癌症咧 不一樣 癌症有一個生命的壓迫感 因為每個人都怕死嘛 怕死好不好 怕死才會讓你求火 如果你不怕死的時候 如果你不怕死啊 醫生跟你診斷出來說 小姐 我還在想要死 隨便 我剛才想要死而已 醫生跟你說 我來的正是死後 我請你講跑 醫生你要化療嗎 不便利 不便利 你不可以開肚嗎 不便利 我可以等死 醫生你到底是來這裡做什麼 我來這裡聽這些小事的 所以 所以這個基本上 怕死非常好 身體也是要你怕死 為什麼 因為怕死才會催促你去改變你的人格 怕死才會催促你去改變 所以我們在心靈團體裡面 你知道療癒高血壓 療癒糖尿病 療癒癌療癒 療癒任何一種慢性病 療癒的病不是你的疾病 知道嗎 我們常常很多人是帶著疾病來到 身體靈團體 當然有人說身體靈團體沒辦法進行 我跟你說 我就是 我們在那個 身體靈團體裡面 有一些人 一部分的人 他是帶著那個身體的問題 有些人是家庭問題 有些人是真的喔 也都沒什麼問題 純粹是來修行的也是有 那也是有啦 別說這樣 大家都有問題 婚姻沒有跟大家都有問題 身體也沒有問題 身體跟婚姻都有問題 是啊 不過其實也是拜大家都有問題 我們心靈團體才能存活下去 那你 好了 開玩笑 開玩笑 那你現在 在這個狀態 我們有虛破力 你就會去改變 可是我們要改變的 從來就不是你的身體 而是改變你的心靈 所以你在心靈團體裡面 看到許多人癌症療癒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不是癌症療癒 他是整個人變陽光 這個真的非常奧妙喔 所以我們基本上喔 你今天如果要來心靈團體做改變的話 我們最重要的部分 當然就是把你的那個 那個心靈做一個療癒 那心靈療癒的部分喔 他其中一部分就是 你能感受到你身體的聲音嗎 剛剛講了這麼久 身體聲音你感受到了嗎 身體聲音是什麼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壓你有沒有感覺 你有沒有高血壓 怎麼會有高血壓的感覺 你 你有高血壓 你有沒有高血壓 你怎麼沒有高血壓的感覺 開玩笑啊 喂 那你有糖尿病的感覺嗎 你有沒有糖尿病 你怎麼會有糖尿病的感覺 高血壓有沒有感覺 有喔 高血壓的人就是頭會比較暈 脹脖子緊緊的 有啦 在座一定有人有 因為台灣有五百萬人 要不要講得太武斷 那 台灣有五百萬人高血壓 高血壓有感覺 當然 我在臨床上 問高血壓的個案說 你有感覺嗎 很多人都很得意跟我說 醫生 我現在兩百我都沒感覺 你神經壞死你 想到你身體 你脆了兩百你都沒感覺了 你中風你有感覺嗎 醫生 我都沒感覺 我都沒感覺 有可能嗎 身體就是有感覺 才能穿出你去改變嘛 糖尿病有沒有感覺 燥熱 吃多 喝多 尿多 不舒服 有沒有感覺 癌症有沒有感覺 癌症有沒有感覺 你去檢查 當然有些人他是因為體檢檢查出來 但癌症基本上還是有感覺 哪個地方悶悶的 不舒服 一個 一個緊緊慢慢的感覺 都是有感覺啊 這些感覺是什麼 身體在跟你講話 你聽到了嗎 如果你沒有聽到的話 你只會做一件事情 去把那個不舒服解決掉 如果你已經聽到了 你要解決的 你要解決的 就是造成那個身體不適的原因 那原因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進行的就是身體的一個對話 它是我們解決身體的疾病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身體疾病了 因為身體疾病了 生病的時候 我們不是找醫生溝通 而是找身體 大家直求對決 跟你面對面 直接溝通 來 怎麼溝通 我們說 身體是你此生相伴的伴侶 但身體有時候 當它在改變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聽到它的聲音 好 現在我們假設 我們看看書上 來 沒有書的人聽我講 然後等一下要去買 知不知道 可以立刻買 但是現在不要走動 來 不然 我們再講 我講一兩個 那個疾病就好了 因為這書裡面有很多的疾病 上次有一位 我們的學員專長去找我說 你有疾病沒寫到 我專程來找你 怎麼要把身體每個角落 都寫到 這有點困難 這才一本書 我不能講那個大拇指的第一節 跟中指第二節 還有第三節在跟你講什麼話 我們怎麼辦法寫到這麼詳細 請你照著這個原則來推 你今天有一些 對 我都沒有寫到 有的同學有耳鳴 耳鳴的時候在告訴你什麼 身體在告訴你什麼 身體在告訴你什麼 當你的症狀發生的時候 你有感受到嗎 你的身體在跟你講的話 在你症狀來臨的時候 你感受到了嗎 他在跟你講些什麼事情 今天如果是你的血壓高 然後頭脹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頭痛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頭痛的時候我們都希望 頭就不要再想了 但頭越痛越喜歡亂想你知道嗎 人的特色 頭痛不要想了 忍不住又想 不要想又想 就是人的特色 是啊 他到底在跟你講什麼 你又在跟他講什麼 是 所以我們要說 每一個疾病都有他背後的一個疾病語言 每一個疾病背後都有一個疾病的象徵 高血壓象徵的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 高血壓就是急性質 掌控育很強 掌控育很強就是急性 才會產生急性質 有人急性質然後沒有掌控育的嗎 我好急喔 但怎樣都可以 哪一國的 掌控育一定是 急性質已經跟掌控育合在一起 高血壓的話 多少叫高血壓 我們一般是定140 90 對不對 但在座很多女生 女生不見的是140 90 因為很多女生血壓高了才90 低的是50 低的是50 他只要110就頭暈了 那怎麼辦 如果你平常都90 高的時候高到110就頭暈了怎麼辦 去急診 跟醫生說 醫生我需要高 我一定到110了怎麼辦 醫生會怎麼講 我130耶 那怎麼辦 好 不管 因為這個沒有一個 絕對的標準對不對 對不對 跟那個身高體重一樣 沒有絕對標準一樣 因為我們 我們那個 國人說用VMI來算標準體重 人很難算標準體重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顯不同 有的人他太重 只是因為骨頭太重 所以你如果太胖的話 不要擔心 那你 有時候只是骨頭太重 那你今天如果是血壓高的話 你今天如果是糖尿病的話 那就是搞超緩 環憂的事情太多 導致你的血糖都流洩不掉 你今天如果是癌症的話 就表示你的人生比較苦悶 苦悶 對 你去看看癌症的個案 每一個都苦悶 幾乎沒有一個落高 幾乎沒有一個落高 如果你找到一個的話 趕快帶他來找我 真的 我一定給你獎金 真的 如果你真的能找到一個人 人生都非常快樂 然後不知整的癌症就冒出來 趕快來找我 因為這太特別了 對 我跟你講 在醫學領域裡面 抽菸會引起肺癌 你一定可以找出數萬人 沒有抽菸也有肺癌 對不對 但是在生性領域裡面 只要有一個不符合定律的話 一切都不存在 也就是說他個性一點都不急 但血壓高得要命 他的頭腦清清寡欲 但是他血糖非常高 他的人生很快樂 但是他得了癌症 他對人非常信任 但是他鼻子過敏過不停 你如果找有一個這樣 找有一個這樣 快來領獎 然後順便踢館 然後這邊是我們準備 整隊準備混書坑爐 這太扯了 好 那你今天如果是高血壓的話 你的身體一定有話要跟你講 對不對 你的身體要跟你講什麼 你要跟他講什麼 這些話語 你講給你的身體聽 身體也在跟你 也在講給你聽 來 我來念一個高血壓的 來 高血壓跟你講說 如果你今天 你高血壓 你的血管要跟你講話 人為什麼會高血壓 人為什麼會高血壓 對性子擠 那性子擠之後 你急著要完成某些事情 急著要完成某些事情 之後你的血液 不會迅速的送到 你的身體的每個地方嗎 因為你急著要完成 所以你的power 你的動力要十足 所以身體要把養分跟血液 送到你身體的每個角落 不然你要怎麼執行 你要怎麼快 那你今天如果這麼快的話 你的血管 它是不是承受到壓力了 對 因為整堆冒過來 水庫洩洪了 整個壓力都很大 那你的血管要跟你說什麼 來 我跟你說 血管要跟你說的是 親愛的某某某 我愛你 也很感恩有你相伴 身體一定很愛你的 來 可是我真的被你緊張急躁的情緒 壓迫的有點喘不過氣來 我喜歡一邊悠閒的哼歌 一邊把血液中的紅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 以及各種養分送到每個器官 然而因為你很緊張很急躁 情緒的疾風一直一直吹著我 逼得我只能快速的把血液送到 身體的每個角落 我沒有餘裕唱歌了 只想匆忙的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我的工作 親愛的 可不可以讓我們把步調和緩下來 如果情緒的疾風漸漸和徐 我將再唱起我做愛的那首歌 你也將感覺輕鬆而舒適 這是身體要跟你講的話 你如果有高血壓自己回去看一下 但如果你真的血壓很高的時候 我看你在看的時候會是這樣 我喜歡一邊悠閒的哼哼歌 一邊把血液中的紅雪球 白雪球 你還是保持高血壓的性格 因為要很快 而且要掌控性很強 是啊 所以這個基本上 你的血管細胞 你的肺臟 你的肝臟 一定都有話要跟你說 不然它不會有問題 你平常感受到你的身體嗎 你現在感受到你的身體嗎 我們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身體 其實是混然不絕的 了解嗎 因為身體只要一瞬 我們就沒感覺 你會感受到你的呼吸嗎 不會 不會 誰會感受到自己的呼吸 你去高山上 你就感受到自己的呼吸 氣喘的時候 你就感受到呼吸 你去高山上 沒有氧氣的時候 你就感受到你的呼吸 為什麼 因為你呼吸不順 順的時候 你都沒感覺 你感受到你的心跳嗎 幾乎不會感受到 你什麼時候感受到你的心跳 對 跑步的時候 為什麼 心跳太快 心率不整 看到帥的男生 心臟就開始亂跳起來 那時候你就感受到你的心跳 平常很順的時候 心跳根本就是身外之物 根本就沒感覺 所以你的任何有感覺的時候 都是他出狀況的時候 眼睛不痛的時候 你感受到眼睛幹嘛 你就一直在看而已 你怎麼知道眼睛會怎麼樣 當你感受到的時候 他就在疼痛 當你感受到他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話 他跟你講什麼 坐過來坐過來 我很辛苦 但是咧 你要做什麼 他給你坐過來你要做什麼 巴了你知道嗎 對啊看醫生啊 醫生給你吃的巴了 不要吵 是啊 但是我們要跟你講的是 你就跟你的身體好好的說話 來高學啊 聽到血管細胞的心語 你也可以這麼跟他說 親愛的血管細胞 我愛你也很謝謝你 無時無刻為我貼心著想 我想先向你說聲對不起 因為我總是急著掌握一切 完成一切 使得身體弥漫著緊張疾躁的氛圍 也讓你常常身處緊張之中 就好像我一直用急迫的詞語 在催你做事一樣 今天開始我將試著改變自己 那像獵豹 像猛虎 不斷往前快速衝的人生 我會讓自己學一下烏龜 學一下蝸牛 慢慢爬慢慢墮 悠哉悠哉漫步人生 並欣賞生命中每一處風景的美好 我會學著靜下心來感受自己 也會在焦慮緊張的念頭 與情緒湧起的時候 學習關照自己的念頭 我將在許多十萬火急的當下 先坐下來品嘗一口熱茶 也品味自己的內心 我會學著與你一起 輕鬆的唱著歌 享受生命的悠閒與快樂 並一起悠閒出身心裡的完全健康 了解嗎 這個就是身體的一個對話 你常常在練習 你說給身體聽 同時你是說給你自己聽 說給你自己聽的同時 你的人格就在慢慢的改變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再跟你講一次 你的名字一樣 但是你的性格 可以每天都不一樣 你可以十年後脫胎換骨 你可以半年後脫胎換骨 變成一個不同的人 對不對 這個過程 他必須要你花一點時間 花一點那個工夫 學習然後改變你自己 當你改變你自己之後 你的性格變了 性格最大改變就是 你從原本容易焦慮急躁的性格 然後變成一個平安喜樂的自己 當你平安喜樂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是自然而然健康的嗎 對 所以這個過程 表面上看來 你是在跟身體對話 讓身體健康 但事實上改變的 是你自己 對 你會改變出一個快樂的人生 同時 你的身體自然而然就健康 這就是我們在講的 身心裡完全健康 好不好 時間到了 好 功了 來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當社會上這麼多的媒體 帶著這麼多的恐懼 偏見與限制的資訊的時候 你是否問過自己 什麼才能讓你跟全家人 及孩子們 能夠得到正向的能量 能夠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跟喜悅 而活出生命的獨特平安跟自在呢 為了這個目的 我們成立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就是希望為全世界的人類 提供一個向內覺察 傳遞正能量 協助每一個人 都能把我們內在的正能量 我們的內我的愛 智慧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潛能打開 讓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來活出身心靈 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這十幾年來 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一共自播了 身心靈的公益講座 讀書會 近兩千場 而我們所有的 時事健康節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支持我們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來 支持我們的賽斯網路公益電視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夠讓我們大大的出力 能夠讓我們為這個社會 盡每個人能盡的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夠與我們 一同來參與這樣的行列 再次的 謝謝